台灣勞工加油 加油 國內航空史上頭一回 兩大航空機師聯手醞釀罷工 原本勞資雙方僵持不下 不過現在似乎出現曙光 在居眾協商之後 工會同意目前讓他先 比較優先談判的幾個議題 先把它擬定出來 那後來在我這邊 在跟兩邊的這個航空公司 經過溝通 那公司這邊也釋出三億 表示願意接受這樣的方式 才分階段分批次的談協商方式處理 華航和長榮機師在7日投票之後 工會已經正式獲得合法罷工權 但就怕罷工事件引發爭端 勞動局等單位積極介入協調 現在雙方正式拍板 在10日進行勞資協商 工會的很多訴求 其實跟資方所釋出來的 其實都是惡意的曲解 那我們希望公司更好 其實我們真的很多的建議 其實是幫助公司的管理 能夠更符合時機的狀況 而不是虛假的數字 工會持續對資方喊話 希望不要再被妖魔化 而這場即將登場的協調會 將針對議題擬定優先順序 分次協調兩家業者 也會分開協商 至於華航工會要求的 勞動條件變更和獎程機制 以及長榮工會提出的 航班機師人力調配 和合約調整等方向 能不能被資方接受 還得看接下來 雙方在談判桌上如何周旋 歡迎新聞陳明彥徐國豪 桃園報導 謝謝大家